哈喽大家好,欢迎回到对筋机遇,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商成长频道。 今天我们将介绍六个提高自律水平的重要策略。 但在我们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,我想花一点时间来定义什么是自律。 当被问到这个问题时,你在谷歌上搜索可能会有很多答案。 从自律的动机到无法自律而分心,或者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答案。 所有这些答案并不是都能很好的融入自律的范畴,而它们真正融入的是更广泛的行为改变范畴,这是一个大目标。 我们希望改变我们的行为,使之与我们的目标和长期的愿景更加一致。 当涉及到改变你的行为的方法时,你需要关注四个主要领域,其中之一是自律的培养。 在本节目中将解决这一问题,同时你也需要培养新的习惯,使这种行为自动发生。 正如你已经猜到的,本期节目与自律有关。 那么从提问和回答以下两个问题开始吧。 一,什么是自律? 二,自律的动机有何不同? 塞缪尔托马斯·戴维斯说过一句话,他实际上以一种相当简洁的方式回答了这两个问题。 自律就是不管你感觉如何都要采取行动,生活是有计划的而不是默认的,但最重要的是它按照你的想法行事,不是你的感受。 换句话说,动机是你做某事的总体欲望水平,而自律是指你无论感觉如何都能做到的能力。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自律是多么重要,它建立了一个底线,让你们能够按照长期目标行事。 说到这里,让我们来讨论如何用六个重要的策略来建立自律。 策略一,转变心态。 心态转变比任何其他自我改进方法都有帮助。 简而言之,当你试图改变你的行为时,忘记你正在努力并实现的外部目标,而是专注于自身变化。 扎姆斯克莱尔的书《原子习惯》中解释了这个概念。 这本书开头的这一段确实很好地概括了它,所以我想在这里读给你们听。 想象一下,当有两个人拒绝别人递过来一支烟,第一个人说不,谢谢,我正在戒烟。 这听起来是一个合理的回答,但是这个人仍然相信他还会吸烟, 他只是希望他吸烟的行为会改变,同时保持仍然会吸烟的信念。 第二个人碰到同样的问题,但是他拒绝了,说不,谢谢,我不是烟民。 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区别,但是这个声明标志着身份的转变。 吸烟是他以前生活的一部分,不是现在的,他不再认为自己是吸烟者。 所以总体思路就是一旦你接受了身份的改变,你会发现自己的行为随着身份的变化是一致的。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,罗伯特的影响力第三章对此有很好的解释。 从本质上说,人类拥有与他们过去的决定保持一致的自然冲动。 正如他在书中写到的那样,一旦我们做出了选择或采取了立场, 我们就会拥有个人压力和人际压力。 要求我们始终如一地履行这一承诺,这些压力将促使我们采取行动证明我们之前的决定是正确的。 这种方式对改变你的习惯非常有帮助。 例如,如果你想成为一名运动员,那么你实现这一点的第一个方法就是开始把自己想象成一名运动员, 而不仅仅是一个积极做事的人。 思维方式的转变让你去做一名运动员会去做的事情。 从坚持去健身房开始,你会感到不可思议,当你在那里的时候,因为你是一名运动员,所以你要更加努力地训练。 所以说真的,如果你没有从这个节目中得到任何知识,我把它放在第一位是因为一个原因, 从你转变身份的角度,而不是你想要实现的目标的角度来考虑行为改变,好吗? 如果你想始终如一地采取行动,你必须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强有力的约束。 演员金凯瑞的故事可以很好地解释这一点。 事情是这样的,在他进军好莱坞之前,他还是一名有点穷的演员。 有一天他拿出一张餐巾纸,给自己开了一张一千万美元的支票, 并写上在未来的十年内兑换这张支票。 然后,他把这张支票放在钱包里,这样每次拿出钱包时,他都能看到, 并提醒自己为什么这么努力工作。 这时你可能会发现,这对你也是非常有帮助的, 试着写下你的目标或者你想要实现的身份, 并把它放在你桌子旁边的便条或者你的电脑桌面上, 这样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它,并且知道为什么要保持自律。 这是你开展所有工作的原因。 或许你把你的目标写在视频下方的评论区定个期限, 在这个期限到达的时候,回过头来看一看, 审视自己是否达成了你的目标。 策略三,找到拥抱不适合对抗的方法。 去做一些需要努力或让你不愉快的事情, 就像是不断地练习举重, 让你在未来能够举起更多的重量。 你在拥抱不舒服的时候, 基本上是在做一个练习, 这是一个关于自律的练习, 因为自律是一种可以学习的技能, 就像肌肉一样, 它是一种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建立的。 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支持洗冷水澡的原因, 冷水淋浴是大多数人不想做的事情, 站在那股冰冷的水流下不是很舒服。 如果你想通过一件小事来建立自律, 冷水淋浴不失为一个好方法, 你每天早上进入淋浴间并将把手转为冷而不是热, 你正在拥抱不适, 你正在对抗阻力, 这使你将来无论面临什么样的任务都能更好的去完成。 所以当你在日常生活中找到拥抱不适的方法, 可能是冷水淋浴, 可能是在早上六点设置健身课, 也可以是走楼梯而不是电梯, 基本上每当你的大脑不适时, 这都不会是一个借口, 而是一个建立自律和肌肉的机会。 你应该抓住它。 策略四, 保持身体健康。 你的睡眠, 你的营养和你的运动习惯, 这些都是要注意的关键, 因为你的大脑中处理执行功能的区域, 以及调节欲望和冲动的区域, 需要大量的能量和有规律的休息, 才能达到峰值水平。 永远记住你的身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, 如果你想获得最好的输出, 拥有正确的输入是必不可少的。 作为行而上学领域, 大脑很容易与身体的其他器官区分开, 它唯一需要的燃料来源是动机和决心, 以及有益健康的原因。 同时大脑需要休息, 需要锻炼, 就像你身体的其他部位一样, 它也需要适当的营养平衡。 所以如果你睡眠不足, 你可能是没有经常锻炼, 或者你的饮食很糟糕, 那是你应该专注于自律的地方。 策略五, 冥想。 你需要尝试冥想, 你想要这样做的原因, 不仅仅是因为冥想可以科学地帮助你提高自律水平。 而且在斯坦福大学的冥想计划研究中表明, 接受过冥想训练的人, 能够更好地调节自己的情绪, 并且能够做出理性的决定。 这对于保持自律至关重要。 现在有一种简单的冥想入门方式, 你可以通过YouTube上的许多免费视频来学习冥想。 冥想可以带来很多益处, 专门用于发展自律的冥想, 是一种坐禅的形式。 你只是坐在那里, 闭上眼睛, 专注于呼吸。 当你的注意力不可避免地被其他事情拉扯时, 你集中注意力, 努力注意到这一点, 并让这个想法消失, 然后让你的注意力回到你的呼吸上, 并完成此操作。 从长远来看, 冥想的好处是不可否认的, 坚持这样做, 会让你的自律能力得到了很大改善。 策略六, 反复练习形成新习惯。 建立新习惯的初始阶段, 经常需要反复练习, 因为行为还不是自动的, 所以反复练习是一个很好的方式, 不仅可以养成新习惯, 还能在这个过程中变得更加自律。 请记住, 无论你选择养成什么样的习惯, 你都需要使用像Keep这样的应用程序, 跟踪和记录你的进步。 还要记住, 不要过分关注完美, 而是专注于确保你进步的趋势, 确保新习惯正在朝着积极的方向发展。 并记住, 让你的习惯变得更加自动化, 在这个过程中你的自律不断提高。 现在如果你已经学会如何形成新习惯, 你正在寻找一个新的习惯来提升自己, 进入并开始培养新习惯的过程。 那么我可能会建议加入对筋机遇读书会, 每周解说两本书, 一年共100本书, 涵盖各个领域。 不仅仅是财富思维, 也包含了自我提升, 心灵成长等。 一次加入终身免费, 随时随地听书, 每周努力学习一些东西, 最终形成一个学习的习惯。 好了,感谢大家收看我们本期的对筋机遇。 喜欢我们的节目, 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关注。 更多精彩, 我们期待与你分享。